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常用的类似对象 常用类似对象的话 实际上是我们已经用到了一些 比如说这个Document Document我们已经用到了 Document的话 Document它的这个也是一个类似对象 它上面的getElementById 我们一直在用吧 然后的话 DocumentGetElementByTugName 是不是一直在用 就是这两个是什么呢 就获取元素 一个是通过ID获取元素 一个是通过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标题名的获取元素 这两个方法 那么的话 这个Document还有什么方法 我们会用到呢 还有一个比较 这个应该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可能在开发中会用到 这个Document什么Refurror 这个方法 这个属性也相当于是 它上面一个属性 它可以怎么呢 获取上一个跳转页面的地址 但是的话 测试这个东西怎么样呢 需要服务器环境 需要服务器环境 这个人是干嘛的呢 就是说我们来说一个场景吧 如果说什么呢 你用户什么 想购买一个物品 想到你的网站上购买一个物品 点击购买是吧 点击购买的时候 这个怎么样 用户没登录 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跳到登录页面的啊 好 跳到登录页面 登录完之后 然后点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要跳回到刚才那个页面呢 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用户体验呢 如果说你直接跳到商品首页 是不是用户还得找那个商品呢 是不是很麻烦呢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怎么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啊 用这个Document Referral 把它存一下啊 就说一下啊 大家后面开发中 可能会碰到这个啊 好 那么你就可以把上面一个跳转地址 你在进入这个登录页的时候 把这个值先存一下啊 把这个值先存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 登录成功之后怎么样 再跳回过去吧 跳回过去啊 好 这个是这个啊 这个这个什么呢 地址啊 这个地址我可以演示一下啊 可以演示一下 那么这个是服务器环境是吧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随便演示 比如说我来到什么呢 来到这个百度网啊 比如说百度是吧 百度 百度网吧 是吧 好 百度网之后假如说我跳一下 我跳到另外一个页面上去 比如说调查它的什么呢 这个 假如是调查这个糯米网 在上面去是吧 糯米网啊 好 跳到它的这个网站上面去啊 跳到那个网站上去之后 我想知道我刚才跳转的那个页面 是在哪里是吧 那个地址吧 是吧 好 那么这里有个检查啊 好 检查 检查之后 那么这里有个 Cancel Cancel这个东西啊 看这东西的话 我们就是一会儿会讲到这个程序的什么呢 调试的时候会用到啊 好 那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ocument 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Document啊 这里面有个 refer什么呢 refer这个值是吧 回车一下 这个是不是百度网啊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成的上一次的地址吧 就说你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 在这个地方可以什么 可以读取到啊 这个实际上是服务器环境 就说你进来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这个值存一下就行了 用一个变量等于它 是不是可以存一下呢 存一下它啊 然后在跳转的时候怎么样呢 跳转到这个地址就行了啊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啊 关于这个 好 大家可能在开发中可能会碰到 也可能碰不到啊 就说你 你碰到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要用到这个属性啊 就是这是一个什么 提交 提高用户体验的一个东西啊 好 那么我们说到跳转是吧 刚刚说到的这个跳转吧 跳转 那么你如何用程序来跳转呢 是吧 我们跳转的时候什么 点A标签是可以跳吧 点A标签啊 可以跳一个地址啊 那么如何用程序来跳转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 就是下面这些属性啊 就是Window Location 啊 这个HUB 是吧 它就可以什么呢 跳转呢 跳转到我们定义的一个地址啊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Window Location 这个HUB 这个方法啊 Location 的属性啊 好 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如何用程序来跳转是吧 好 Script 然后的话再来写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假如说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页面上来个按钮吧 假如说input是吧 Tab等于什么呢 BUTTON啊 BUTTON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是给它一个value吧 value是假如说是跳转吧 跳转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ID等于什么呢 ID等于BTN01 是不是这样的啊 01啊 好 那么的话 我们想点击这个按钮跳转是吧 这个就不是点什么 A标签来跳转的吧 点这个按钮来跳转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什么呢 通过程序来控制吧 程序来控制啊 好 那么如何控制呢 那么来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是 先要获取它吧 是吧 获取它的话 先来一个window onload吧 window onload啊 好 等于一个function 等于一个function 然后的话什么呢 假如我点一下 想调整到什么 百度网或者怎么样 是吧 那么先获取它吧 是吧 获取它啊 获取它的话就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obtn是吧 btn啊 等于什么呢 document是吧 document.getelementbyid是吧 id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btn01吧 btn01啊 好 那么的话 点击它跳转是吧 那么就是obtn是吧 click的时候了吧 onclick啊 onclick的时候等于一个什么 function等于一个function 然后的话怎么呢 就是写这个是吧 写这个就行了啊 写这个就可以什么 跳转到另外一个地址吧 window location.hub 是吧 等于另外一个地址就可以跳了 比如说 window.location location href 是吧 好 window location.hub 是吧 location location.href href 假设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百度网吧 这样子 点百度 是这样的 百度 好 好 来看一下 是吧 看一下 好 这个什么 点这个跳转 是这样的 跳转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跳到百度去了 这样子 是吧 好 那么如果结合刚才那个是吧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 比如说这个进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用一个地址 是不是可以把它存下来啊 比如说挖一个什么呢 这个surl 是吧 好 等于这个document document document 然后document 什么呢 这个re什么呢 refer er 还是这样子 这样写吧 好 这个要写对啊 这个是吧 refer er 是吧 refer 好 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存下来的 是吧 存下来之后怎么样呢 就把这个 整合把这个地址给到它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可以给到它 给它是不是可以跳了 这样子的啊 好 因为我们这个不是福气地址 所谓存不下来 存不下来 是这样子的 好 就是这个意思吧 好 这个意思啊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存储 存储 存储 呃 上一次 上一个吧 上一个页面的地址 是这样子啊 存储上一个页面的地址啊 这样子啊 就说这个是做这个用户体验的时候 比较有用 是吧 我用户点购买 购买的时候没登录 先去登录 登录完之后又跳回到那个购买页面 接着购买 是不是这样子啊 就可以把这个值先存一下啊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这个还是蛮有用的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什么 GIS里面还有什么 那个什么历史对象 那个也可以 是吧 不过那个没这个好用啊 这个还是比较 兼容性比较好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跳转啊 跳转 好 好 写到这里吧 这个是尾代码啊 尾代码啊 尾代码啊 现在是确实测不了暂时啊 好 后面我们再怎么样呢 我们来一个服务器环境再来测一下吧 这个页面啊 好 后面我们装一个服务器环境啊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window location.hub 这是跳转啊 通过程序来控制我的页面的跳转吧 是吧 好 那么实际开工程肯定很多啊 这个东西应该是用的比较多的是吧 好 做个什么事情然后再跳到另外一个页面去是吧 自动跳的 不是你点链接跳的是吧 通过程序来控制跳的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window location的话 还有一些有用的东西啊 还有一些什么有用的东西啊 比如说这个设计啊 这个就比较有用啊 设计是干嘛呢 它可以什么 获取地址 地址栏参数 获取地址栏参数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来给什么 页面传一些东西啊 给页面传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通过地址栏参数改变页面状态啊 那么这个就可以什么呢 通过这个啊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个页面是吧 我这个页面来跑一下 跑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目前是 把这个页面跑一下啊 好 跑一下这个页面是吧 跑一下这个页面 实际上我可以在这个 这是个地址吧 我可以在这个地址后面加参数是吧 我们加参数怎么加呢 加一个问号 然后什么呢 AA等于什么呢 123是吧 假如再加一个参数的话 拿一个end是吧 BB等于什么呢 等于什么呢 四五六 那是这种吧 大家看得过这种这种这种参数吧 是吧 这实际上是 这个是什么 第一个参数是吧 这个是不是第二个参数啊 第二个参数啊 好小师傅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参数啊 测试参数 测试参数的话是怎么做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把这个再印存一下吧 再印存一下 把它 再印存一个 好 好 这个时候的话我能这么做是吧 我进来的时候我干嘛呢 这个地方啊 那么我这么做 好 这个也不要了啊 好 不要之后的话我干嘛呢 我进来的时候呢 获取一下这个什么呢 设计是吧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s这个 s s data吧 叫data啊 data啊 就是数据吧 是吧 好 进来的时候我就获取一下啊 s data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window啊 window什么location吧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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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呢 这个设计啊 是不是这样呢 获取它啊 获取它啊 获取它之后我们来谈一下看一下它是个什么东西是吧 window location 叫设计啊 好 比如说alert一个什么呢 alert一个什么 s data 是吧 好 谈一下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来运行一下它是吧 运行它啊 运行之后怎么样呢 这个谈出来是空的是吧 为什么是空的呢 是因为没有参数啊 没有参数 假如说这个时候我给个参数啊 再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再给个参数 比如说问号aa等于什么123 是这样的啊 好 再回收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谈出这个啊 是不是谈出这个啊 它会把这个什么呢 后面参数是不是读过来了 是不是读过来了 好 读过来了啊 好 读过来之后的话 那么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怎么样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怎么样 改变一下我们页面的状态吧 是吧 改变页面的状态啊 好 改变什么页面状态呢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通过这个参数来控制 这个页面的背景色可不可以啊 看一下啊 好 那么这么做吧 就是拿一个这个啊 比如说我先把这个body 获取到是吧 body啊 比如说这个ID等于什么呢 BOD101啊 好 我先获取到它是吧 好 BODY啊 等于这个Document 是吧 Document 点GetElement ID A23啊 好 比如说怎么传呢 我就这么传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AA等于1是吧 AA等于1的话 是1种是吧 A等于2的话 是另外一个背景是吧 A等于3的话 是再次的另外一个背景 就是传这几个 是这样的啊 好 这么传的话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时候啊 好 那么有时候我甚至不传吧 是吧 如果不传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呃 就没有反应是吧 那么我判断一下 是吧 判断一下 if什么呢 if这个什么呢 这个elseDate 是吧 这个else elseDate 什么 这个是不等于空吧 不等于空的时候 是不是要做事情呢 有时候我不传吧 是吧 不传啊 好 不等于空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来弹一下 这个else什么呢 这个elseDate 是吧 elseDate 好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吧 好 同样这个页面啊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之后 这个时候是不是弹出AA等于123啊 是吧 等于123啊 假如我就等个1吧 等个1 再来看一下 是吧 好 AA等于1啊 是吧 A等于1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获取什么呢 我要获取这个1 是不是就可以啊 比如说我传123吧 我先获取这个1啊 这个1怎么获取呢 它就是一个字符串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字符串的话我想获取这个1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 是不是可以用到我们前面学的什么 Split的方法啊 Split的方法怎么样呢 把它这个字符串怎么样呢 用这个等号把它P一下吧 把它P一下 来看一下啊 好 我来把它P一下 是吧 假如说这个那么再拿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来个AR 是吧 P成的是一个数组吧 好 等于这个什么s Date 拿一个Split 是吧 Split 给它拿一个 用这个等号 P一下 是吧 好 再弹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AR 是这样的啊 好 好 再来看一下啊 我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等于前面是问号什么 AA吧 是吧 然后是什么 再一个D 一个E 这是一个数组吧 是吧 前面的字符算是这个问号AA 后面就是这个E啊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E怎么拿的啊 那个A-R-R-E 是不是这个E啊 这个E啊 A-R-E就是这个E啊 好 那么就是怎么呢 那么就是这个 再拿一个字 查一下大家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I-Lum 是吧 I-Lum的话就等于A-R-R 是吧 A-R-R什么呢 这个E 是不是得到这个参数了 好 好 得到这个参数啊 得到参数这个 怎么办呢 是吧 我们就根据这个参数来做事情是吧 做事情做什么事情呢 那么这样做是吧 如果什么呢 如果这个I-Lum 等于1 是不是啊 干嘛呢 那么就是 O-Body 是不是这样呢 O-Body什么呢 它的Style 它的等吗 Style 点Background的Color吧 G-R-O-U-N-D G-O-L-O-R G-O-L-O-R 假设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够的 是不是可以啊 是吧 O-Body 然后的话就怎么呢 这个就换一个颜色 是吧 拿一个什么呢 Green吧 是吧 Green G-R-E-E-N 好 再来一个 假设就来个Else吧 Else的话怎么样呢 再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Pink 是不是可以啊 Pink 好 那么这么做完之后 是不是我们可以通过地址栏来改变它呢 是吧 通过地址栏来改变它啊 好 首先的话这个页面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页面我不传参数它怎么样呢 它没事吧 什么事都没有啊 如果我给它传个参数 比如说这个AA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1 是不是这样的啊 回车 它变成橙色啊 不是变成金色吧 是吧 好 AA如果等于2的时候啊 是变成绿的啊 是吧 变成绿的啊 好 AA如果是AA等于3 或者其他值的时候 等于0的时候 是吧 好 就变成粉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参数的用法 是吧 有时候我们可以什么 通过参数来传吧 通过参数来传啊 好 那是这样子啊 是吧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在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可以怎么 比如说访问一个页面的时候啊 我这么写吧 比如说 A 是吧 HF等于什么呢 比如说这样一个什么 比如说001.html 是不是可以这么这么链接啊 是吧 可以这么链接啊 比如这是一个网页地址啊 这是一个网页地址 好 比如说我做一个链接吧 这个链接来链这个什么呢 链接这个网页可不可以啊 好 那么我来链这个网页吧 链这个网页啊 好 再来做一个链接这个网页的地址啊 好 那么比如说再来一个 再新建一个页面是吧 新建一个页面来链接它啊 这个是008吧 链接 链接到007啊 007 页面啊 好 好 保存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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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一下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我就做三个链接是吧 做三个链接啊 比如说这里面的话就有一个什么呢 A 特负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 这个是007吧 是吧 007啊 是这个页面啊 好 这个页面啊 好 这个是链接链接到007页面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链接到007页面 是吧 这是第一个是吧 好 再来一个是吧 好 这个页面呢 也是链接到007页面 然后的话它怎么样呢 给它加一个参数 是不是可以啊 比如说AA等于1 这个是不是可以啊 是吧 好 那么的话这个问号啊 AA等于2 是吧 是这样子啊 好 这个 再来一个问号啊 AA等于3 好 同样是链接到007页面 是吧 这个是什么呢 链接到什么呢 链接到什么呢 这个是 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是金色的007页面 是吧 金色背景的啊 金色背景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链接到什么呢 链接到什么 这个是绿色背景的 是吧 绿色背景 007页面啊 这个是链接到什么呢 这个是粉色的是吧 粉色背景的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这个的话 我在这007页面里面写点东西吧 像这个是007的页面啊 H1啊 好 这个是007页面 是吧 好 这个时候我来跑一下这个008 是吧 008啊 看一下啊 这008吧 是吧 比如说我链接到007页面 这个是直接链进去了 是吧 好 这个链的时候什么 带参数吧 是吧 看一下 是不一样啊 是吧 练的时候还不一样啊 就这个链的时候什么 是绿色的吧 是吧 绿色的啊 好 这个链的是什么呢 粉色的吧 好 这就是关于什么 通过传参 可以什么呢 改变页面的状态啊 那么有时候会碰到这种情况 就是说 我让用户链接到一个页面 但是通过不同的参数 让用户得到不同的这个结果 是吧 就这样子的啊 碰到这种情况啊 好 这几个啊 比如说这个 我把它给他拿一个吧 换行啊 换行啊 好 这个再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链接到金色的定型页面 是吧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关于这个 这个这个设计的用法啊 设计的用法啊 好 设计的用法 那么这个演示的话就是这样子的 它结合了什么呢 我们前面学到的什么 这个字符串的处理吧 是吧 字符串的处理啊 好 那么接着我把这个一起说一下吧 就是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属性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hash属性啊 hash的话怎么样呢 它是相当于是这个 叫做什么hash值啊 这个的话也可以什么呢 给页面传什么 传参数啊 给页面传参数 比如说我就演示一下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这里拿一个什么呢 再拿一个啊 比如说这个 挖一个s hash hash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window window.location location.hash 是吧 好 这样子啊 好我弹一个这个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s hash 好 那么这个是怎么传的呢 它是什么 通过一个警号来传的啊 好 同样是这个007页面啊 好 007页面 007页面 它是这样子的是吧 它怎么传的 比如说这里拿一个 警号啊 12 是吧 再回收一下 好 这是不是12啊 是吧 警号12啊 这是hash 啊 它可以获取到这个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警号去掉 得到这个后面的数啊 也可以改变页面的状态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啊 这样子啊 好 好 再看一下啊 是不是12啊 是吧 好 12 那么怎么样呢 我们也可以什么 在这个地址栏里面什么 写上这个 把它后面加这个警号 什么东西 是不是也可以传参数啊 是这样子啊 我是不是可以传两个参数进去啊 传一个这个参数 还可以传一个这个参数吧 这个参数啊 好 好 这个关于这个啊 好 大家看一下 啊 这个参数的状态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两个啊 看一下 点âl 点اي